大家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来的效果 那最好是什么 可以常常遇到的就是模拟像这样 就是这边有25个档案 我希望可以执行完之后 把这些合并成一个 O.txt 然后把旧的全部删掉 OK 第一阶段 所以我们把 run 执行 合并完成 合并完成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里面就只有剩下 O而已 就是全部的东西了 那当然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我希望再把 O.txt 全部再分割回来 然后再把 O.txt再删掉 也就是说它可以全部合并在一起 也可以全部又分割回来 不过这边我 就是会有遇到一些小状况 什么状况呢 因为你要把它做分割的话 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档案 就是哪一个部分是一个档案的划分位置 比如说如果我们像刚刚那个中立部分也是接在三重的下方的话 那基本上你没有一个什么可以区隔的地方 OK 比如说按照什么来做 像中间有没有什么特殊符号 有一个符号 有没有什么特征 这个特征是说只有那个地方才有 其他地方不会有 所以后来我就想一个方法 干脆我这边有个换行 对不对 然后中立部分的话 下一个就变两个换行 也就是说我用两个换行当成是它分割的所谓的分界的地方 OK 所以是变两个换行 也就是我们将来合并之后的话 会多两个换行在后面 OK 最后我在demo给各位看 哦 最后把它分割 分割我另外再写一个 其实程式好像更短 有没有 这边大概 哇 更多 这边大概18行 这边的话其实 再把它分割回来 最后把它remove掉的话 其实也大概只有11行程式而已 OK 我rown一下 好 那你会发现 刚刚的东西又恢复回来了 有没有 然后呢 程式里面的话东西也都在 也没有落掉 OK 所以这边两支程式 一边是什么 一边是分割 一边是合并 一边是在把它分割 OK 那最后的话 我再把那个程式里面的要点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这个程式其实也并不复杂 但是有些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 因为有些地方是我想出来的方法 不见得 只是单一种方法 其实其他还有其他方法 我只想到可能对我来说比较简单的方法 首先第一个 我们执行这个之后的话 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把这些全部合并成 o.tst 然后再把这些全部删掉 有没有 所以把它remove掉 这边的话删除 o以外的档案 这个是后面写的 那我把它先run一下 有没有 知心 好 那你会发现只剩下什么 o 其他都不见了 那里面的话有哪些地方是多的 首先第一个 这个程式跟刚刚其实都一样 差别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这个地方 有没有发现 本来我是right的时候是多一个换行 但是因为我为了将来 我要再把它什么 分割 做一个分界 所以我这边多了一个 有没有 换行 那以后的话我就抓什么 抓两个换行 把它存一个档 两个换行存一个档 这样就ok了 好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 来删除o以外的档案 所以你会发现其他都不见了 只留下o 那怎么办 其实这个程式也是利用我们刚刚讲的什么 os.walk 有没有发现 意思是说在那个木屋里面帮我找什么 找所有的档名 但是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行跟这两行一模一样 其实我这是从上面call下来的 那只有多两行是我自己写的 那因为我要留下o.tst 所以我底下有个逻辑办法 如果那个f 不等于o的话 再帮我把o.tst 帮我把那个f给删掉 ok意思是说除了o.tst之外 其他都删掉 所以最后留下来就o.tst 就大概这样了 ok应该可以理解这个程式逻辑吧 你们就这样而已 上面都一样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最后的话 如何把o再分割 分割的话之心 再把它分割 分割回来 那当然第一个我想这也是同学问的问题 因为同学做完之后发生意犹未尽 就想说老师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再把这些东西再分割回去 如果可以的话 那以后很棒 当然将来你也不一定要分割成原来的样子 你可以按照其他方式分割 比如说你可以找一些什么 按照区去分割 可能分割回来不见得是25个档案 可能更多个档案也许 或者按照线市分割 或者按照什么 按照哪一条马路分割等等都可以 好 那怎么分割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一样我会先把它读取 然后呢 这边有个P P值的是什么呢 P值的是这个O.TST的位置 可以把这个关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呢 假设我找到 我这把它先执行 变O好了 这刚开始 它的位置 从零开始 所以这个零 这位置从零开始 那一直往后找 找位置找什么呢 其实基本上主要找什么 找双银 两个换行的位置在哪里 找到之后呢 帮我把这一个部分 存成一个档 那档名的话 怎么知道 档名后来我发现 它可以从这边抓 抓到这个位置 刚好三重 就这两个字 然后往下抓 你会发现中立 刚好你会发现 三重中立 然后再到底下 南投 它们的位置都刚刚好一样 而且刚好两个字 但前提是要刚好吗 如果你将来遇到的情况不一样 可能你就要自己去增或减 或者是说去找到一个规则 OK 然后一个存一个存一个存 那就OK了 就把它存出去 那请各位稍微想想看好了 待会我们再来看这个程式怎么写 画面先还给各位 再把它 就是原来 再把它分割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 基本上 我就是让它去用一个函数 因为我这个方法比较笨 因为我想过 因为以前写过别的语言 我大概知道说 程式一定会有个fine fine有点像VBA叫instreet 其实类似的函数 它这边在python里面有个叫 就是fine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就是有点像寻找 那寻找基本上 位置一定从0开始 它第一个字是0 OK 第一个字是0 index一样从0 所以第0个字 然后一直找到 找到哪里呢 找到两个双引号的位置 那帮我把这两个双引号的位置 以上的这些东西 这一串有没有 存一个档 那存档的档名叫什么 存档的档名就叫做三重 底下的话 你会发现中立也一样 那它的位置在哪里 你会发现什么 从这边算过来 123456789 1115 15 这应该16吧 那16的话 应该它的位置是从0开始 所以第16个字呢 基本上是15 15到多少呢 15 16 OK 所以基本上就这两个字 那怎么取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如何转写1 把它open open哪一个 open all 这应该没问题 用R模式 那全部读取的话就点read read到s 那p的话指的就是说呢 我们将来要去找到那个 因为o这个档案非常大 那我要把这个o里面的位置 从0开始一直往下找 找什么 找到这个两个双引号的位置 找到之后做什么呢 特别说把这一串把它存起来 那所以这边的话我就找 画回圈 画回圈应该的话 一直找 帮我找什么 找两个双引号的位置 逗点p 意思是从哪边开始找的意思 所以 一定是从零开始找 然后找到的话 基本上他找到哪一个棒 找到 到这里 这一串 那我要怎么存档呢 基本上 我就先开一个档 开一个档放在哪里呢 放在全省邮局地址的根部底下 特别注意档名要叫什么 特别注意 这个档名就叫s s指的是这个字串 所以以后你要取字串的哪些 哪个位置的话 你可以哪个字到哪一个字 p指的是0 0加15 加15的不是说15吗 15冒号 0加17 那不就是说 0等于17 所以15到17的话 基本上指的是哪几个字呢 指的就是 这个 跟这个 17指的是这个字 可是17是到那边 不会取 所以基本上会取的就是这两个字 三重两个字 所以把这三重两个字放到这边来 然后存成一个档案 把它write出去 write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就s这个字串里面的从0 有没有 0这个位置 到找到双引号的位置 为止 帮我把这个范围的资料写出去 那不就写三重的东西吗 OK 这个是我想出来的 OK 因为程式还有很多种写法 那以前我写过别的语言 我大概知道说怎么写 因为其实很多地方也是类似东西 那写完之后再来什么 p这个位置 等于什么 找到的位置怎么样 再加2 为什么要加2呢 因为将来我们找到的那个位置 基本上就是 一直往下找两个算 找到这里 如果你将来再从头找 或者是从这边找的话 可能又会找到这个位置 所以我把它加2 意思说往下这个位置 再继续找 然后它就会找到下一个中立的位置了 然后中立的位置呢 又把它找到之后 存档 然后档名 有没有 档名就这两个字 给它 然后继续存 继续存 最后的话呢 就把它全部都存档完成了 但是你会发现 这边要多一个 f.close 这个.close 其实如果不加的话怎么样 特别之后 意思说因为我们开档 没有关档的话 你要去remove它的话 会remove失败 为什么 因为你开档 它就在记忆体里面 你如果没有把它close掉 从记忆体里面把它移除的话 你要删是删不掉的 所以特别是这边一定要加close 否则会出错 把它执行 执行 这个时候的话就分割完成了 合并 这个如果没有close 我记得好像这边会出错 资金 这边会出现 这个档案正在使用 所以记得一定要close 否则的话 它没办法remove 所以没办法remove的话 它就还在 我意思是在记忆体里面 这个的话 当然不是唯一标准的答案 这是我想出来的好方法 程式非常简短 时间的关系 画面好像有各位 请各位回去的话有时间 可以把这个部分 再稍微演练过 后面 就是再把它分割出去 这个是后面延伸的练习题 当然如果会是最好的 因为以后 你假如要针对档案做切割的话 这个范例是还蛮不错的范本 所以以后如果即便你不会写 至少你把范本留下来 稍微修改一下 总可以吧 而且范 我觉得范还蛮好用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地方 这个有点像是我们一般在工作上所用的逻辑 反正一直往下 找到哪里 这一部分我要存一个档 有没有 这个部分找到哪里 我要这个部分再把它存一个档 或者是将来可以拿来做全文检索 有没有 找到的位置 有点像Google查到的东西 它不是全文给你 它是把你要的前后文抓出来 对不对 也可以 其实方法都类似 因为我以前写过全文检索的系统 所以我把那个概念拿来这边用 OK 那今天的话大概就是把这一个有关档案的部分 做合并或者分割 这说多名 那下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会继续再看有关字典 字典蛮重要 跟Jason 跟云端的资料 P-Value这种架构 蛮搭配的 OK 再来就是资料库 所以我们资料库就很好用 可以把之前所交的东西全部都塞到资料库 只是要怎么样把这个资料 再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去这个动作 有点难度 所以请各位务必把前面的东西先熟悉 OK 那今天的话 我们还可以看到